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主要分享两个大话题 但是每一个话题中牵涉到的范畴都不同 一个话题中随时牵涉两三个范畴的事 第一单的新闻就是关于李家超 今天星期二 所以就开行会 开行会之前见记者被记者问了很多问题 今次每一个问题都牵涉不同的领域 我都觉得有点意思 所以都会和大家说一说 例如逆向通关的进度去到怎样 昨天恒生指数跌了1000点 特首怎看 还有原来恒生指数大跌 亦令部分立法会议员 甚至乎立法会的财务 亦不多不少受到影响 待会和大家说一说 另外关于免斟子这个热门话题 李家超亦有被人问 亦再次重新一定会坚定不易去执法 第二单新闻 就是关于一个年登仔 在半年前开始 说了很多的煽动言论 最后就被人捉了 最后就发现 原来他就是一个有自闭症的人 为了要威要勁 所以就上网说很多煽动的言论 最后就被一官判了他坐半年 这件事其实都很好笑 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那些年登仔 怎看他们手足被人抓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积极留言 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昨天恒新指数大跌1000点 以及想和大家搞清楚概念 其实为什么今次跌1000点会这么夸张呢 是因为原本在16000点的基础情况下跌1000点 不是现在的1000点和以前的1000点是完全一样 即是像你在30,000点的时候跌1000点 和你在16,000点的时候跌1000点 即是跌幅的比额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连昨天只有16000点的情况下 都可以大跌1000点的话 其实就相等于在一个32000点的时候 有一天单日跌了2000点一样严重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1000点而已 平时偶然都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但今次我们是在一个低位中再创低位跌这么多 真是一个不尋常的现象 李家超也被记者问到 记者就问 李家超你觉得昨天股市大跌 跟中共新的领导班子出楼 以及内地维持动态清零的政策有没有关系呢? 李家超就说 环球经济情况不明朗 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当局就会密切去关注经济市场的发展 接着就是一些比较官方式的说话 之后李家超就提到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全球的经济确定性很大 只不过政府也有机制 确保政策和市场是顺利有效的运行 没错 现在市场的波动性是很高 但我们就是究竟考验的应变制度 任何时候都是在运作当中 总之都是要叫大家去放心 其实这个记者是在阴上李家超 因为李家超就不会承认这件事是真的 如果否认的话 那些记者也可以大做文章 就是说 香港政府就帮中国政府洗白 因为这些是他们惯常的技巧 问一条 无论你答是还是不是 你都会出事的招数 所以李家超做了这么久的官员 他当然明白了 所以就直接抛开记者这条问题 直接去说一些 他应该是预先准备好的一些 叫做讲话 还有我也再想分享多一点点 因为我在昨天晚上也开始看了很多的资料和文章 见到一种另类新观点就是说 究竟昨天是因为市场对于中国无信心所以撤资 还是说外国势力是见到中国新班底上场 所以想透过干预金融市场去营造一个中国无信心 即是世界对中国无信心的怀印象 不然从而又去做抹黑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 其实二十大十九大这些 每五年一次的 那你每五年只找一天集中火力去推倒市 其实就不难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香港股市不是只有香港人玩的 还有很多外资去玩的 甚至乎 对于一些金融机构来说 不是推倒市没有钱赚 反而有些情况之下 推倒市是沽空的 那他就有钱赚了 所以有时候股市 即是现在这样说 未必是代表了一只股票的价值 如果背后有些有心人士 想着主动去表达一些目的 或者是去营造一些不安的气氛的话 其实他们是有可能会这样去做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 比较多财经新闻的话 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大行 就是摩根大通 诸如此类的这些银行 其实很多人和一些金融界的投资 都是纷纷发新闻稿 就是说 会看好中国的未来经济 甚至乎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说 他看好中国是看好到一个什么地步 他就说会买很多中国公司的股票 然后留给子子孙孙 然后相信之后的子孙孙孙孙 就会很感谢自己 还有我说的刚才上述例子 大家上网按Enter很容易找到 还有其实李嘉诚这个人 他的动作也反映了很多事情 李嘉诚黄南今天就不是说这一件事 但是李嘉诚往往在商业决策上 其实真的跑早大事好几年 例如是说李嘉诚几年之前 就已经开始在英国那里 就卖走他那些原本所拥有的基建项目 接着现在这一段时间 就开始把资金抽回亚洲 特别是香港 都有一些新的商业收购活动 大家就看到了 英国就搞成现在这样 接着英镑呢 还要跌到相当之严重的一个情况 接着原来成哥 又不要叫成哥 李嘉诚在几年前 就似乎感觉到已经开始设置了 接着现在李嘉诚又开始 把资金调回来中国 和调回来香港的时候 大家就想一下 究竟香港未来 中国未来会变成什么 对不对 说起钱 也有些记者 就特意去访问了一些立法会议员 立法会金融界的议员 也是财委会主席的陈振英 自己也是持有一定额度的蓝筹股 平时的买卖动作不多 但是 他也表示了 在现时的市况之下 当然是有損手 即是有損手 具体的数字和百分比 不方便透露 另外 民建联财经事务发言人 立法会议员陈仲莉说 自己本身是一个投资经理 坦然在现时的市况之下 无论是管理基金 或是个人投资 都有亏损 另外 原来现在港股市况大幅波动 也有可能影响立法会的储备 因为事关 现时立法会大部分的经费 都是来自政府的财政撥款 不过 秘书署也将过往的财政盈余 组成了一个基金 在市场上进行投资 立法会现时设有一个投资顾问小组 专门为立法会的行管会投资策略出谋献策 秘书署就说 行管会现在还有少量的本港股票 相关的资产价值 将会在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 2021至2022年度的年报当中披露 亦都会交给立法会 和上载到立法会的网站 给公众人士去浏览 说到这里 亦都有令我想起强积金 再叉开一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最近真的见到太多太多朋友 在这里叫强积金回水 有很多人看着自己输钱 但又阻止不了 甚至在今年退休 今年拿回强积金的人 就很惨 因为所谓的退休保障 就等于有些人可能已经输了十多万给股市 而且原本自己都不想投资 但游戏规则被逼 要去投资 结果总是要选手冷却 其实我见到这种状况 都想分享多一点的个人价值观 就是说 我就不评论强积金这个制度 因为这件事太敏感了 但我就会觉得 做人就不应该这么天真 因为我自己是真的认识到一些成年人 还不是跟我同年龄的成年人 首先我不觉得跟我同年龄的人 是成年人 我会觉得一个人未到30岁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成年人 我认识到一些50岁60岁 是在我未拍片之前 我就已经认识的成年人 他们就很傻 他们觉得 我打了这么多年龄 我有龙强积金 我龙强积金都龙了30多年 有政府帮我存钱就行了 那我为什么要存钱呢 其实我是真的发自内心 看不起这些人 我觉得这些人是很无用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居然是把自己的退休保障 全部交给政府 交给所谓的强积金 然后就觉得 自己不看 到了60岁 准备拿几百万 慢慢去退休 现在那个人 我都和他没有联络了 不知道他退休了没有 但是我自己看到 一个五六十岁的人 持着这种错误的价值观 他重要的价值观是错到 就是说 有强积金 以后不用怕 然后每次出钱 不存钱 不储蓄 反而有时候 越美 今个月少了 还有三四千 在袋子里 想办法 把他洗掉 看看买什么好呢 我看到这些 没有储蓄的人 其实我真的替他们 前景担忧 你问我 有没有尝试去劝过呢 我有 但是那时候 我才二十岁出头 哪里劝得 一个 已经在社会打滚了五十多年的人 但是 我自己就不是这种价值观 因为我个人来说 是觉得 储蓄是很重要的 就算有强积金也好 你最多就是 当他是额外奖金 如果你是把自己 所有退休的希望 寄托在强积金里面 除非你本身是 月入十万的 那你就有资格去寄托一下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 除了强积金之外 个人来说 都需要做回相应的储蓄 才可以捱得过 未来退休的生活 所以我都不介意直接分享 我自己一向都有储蓄的习惯 当然我不是为退休准备 但我会觉得 前万一将来 家里有什么事的时候 都可以拿出来应急 就不是说 哎呀死了 强积金怎么办 不如去宣誓 离开香港 拿强积金出来 试试用一次先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我这套价值观 每个人价值观不同 再下一件事 外界 亦是再次关注 政府在免斟指败数后 会否透过行会去修例 当李家超被问到 他就表示 政府很快就会有决定 强调政府做事是依法行事 有责任是确保公共健康 也会去追究涉嫌违法 和违反专业操守的行为 在这方面 我不担心李家超 也不担心警方 我会觉得 这件事闹到这么大 一定会捉人 我相信捉的人一定不少 特别是两万张针指来说 能够没事的人是占少数 绝大多数人都是滥用文件 特意买针指的情况下 我相信要捉的人 要捉的人都会捉到一大堆 再加上 这件事闹到这么大 用了政府这么多资源的情况下 不要看现在闹得宽 日后一定会拉清单 李家超自己提及很快这两个字 我相信律政司和盧重某他们开会 应该很快都会有相关结论 因为香港政府 我不认为它会被黄尸叫囂得这么久 而且在这件事上 是不是代表了香港的法律 还是有些不太完善的地方 需要去修补 需要去处理一些流动 又或者是将来去修一些条例的时候 就要变得更加謹慎 例如是局长拥有什么权利 要多写几个字 写得更清楚 不要写得太概括 甚至乎是否应该成立第三方法律组织 去审视这类状况 因为你说 现在政府输了官司 免针指可以继续用 整个社会仍然是继续运行当中 但是 现在任由防疫漏洞 如果要到处走的话 其实是影响社会的防疫底线 对于这些已经危害了 平时我们小市民的日常安全 那是否需要更加快去审视流动去处理它呢 即是你说有些是重要 但是不急的 都可以让你慢慢找一些律师去拆解它 但是这些防疫的东西 是否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去极速对待呢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催定风 就是说 如果政府想着修例 就是属于输打赢要 但是在我这个小市民眼中看下去 我就会觉得 这些是叫做修补漏洞 特别是修补有时间性限制的防疫漏洞 从来都不存在输打赢要的 反而这些就是叫做亡羊保鲁 还有我自己都觉得 就算现在亡羊保鲁也算保得迟 都叫做纵容了那些免针人士 玩了起码几个月了 最后媒体去问李家超 关于逆向隔离那里搞成什么 李家超就说 逆向隔离还在讨论中 不过也有少少的确实时间 就是说最快会在下周一 即是31号的时候 就会将洛马州河套区的方仓医院 成为逆向隔离试点 就是下周一 交给保安局做一个管理 当局仍然正在制定相关的细节 我对于逆向隔离 就已经没有初期时那种很兴奋的态度 我反而最令我兴奋的是 二十大就已经完了两天了 究竟什么时候会有2加5出现呢 好像之前的网络消息所说 因为我会觉得2加5 其实比起逆向隔离 是来得更加吸引 因为你7加3 就等于10天 如果真的出现了2加5 就等于7天 究竟逆向隔离 你决定要把一个人 进行多久的医学隔离 才可以等于一个2加5呢 除非逆向隔离是说 原来监视你4天就可以直接上去 那就吸引了 但是最快下周一 才再交给保安局 大家去开会讨论的话 真是落到地的时候也有时间了 所以今年就不要看逆向隔离了 你看看国内 看会不会2加5 接着就背好背囊 计好日子 上去开心好过 下一单新闻 关于连登仔 一个患有自闭症的税谷电脑技术人员 涉嫌在连登讨论区 发表了煽动言论 包括宣誓会参加所有香港的抗争行为 还有就是说 最少要有火箭筒不该等等的言论 所以就被警方的国安处拘捕 最后就被控告 作出一项或多项的煽动意图罪 今天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认罪 国安法的指定法官 总裁判官 蘇韦德就判了他即时入狱六个月 现年34岁的被告 叫做陆挺峰 就是税局的公务员 任职就是二级系统的编程主任 有些人就查过 这个位置大概三万多元一个月 这个人就被控在2020年1月13日 至到2022年8月1日期间 就在连登发表和持续展示陈述 具有意图引起憎恨或者藐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或者对其叛利 然后就有很多事项 总之又是那些煽动叛乱的那些 因为如果读的话 刚才发现原来还有一堆东西 还没读完 所以不读太多了 总之被告就以连登的账号 账号名叫做老讽 在连登上发表了8个贴文 合共有21质的煽动言论 辩方求情的时候就说被告患有自闭症 为人不善交际 自小被班主任杂骂 被同学欺凌 曾经被同学咬断过手指 被告由大学毕业后 亦花了4年才找到税局的全职工作 他在交际方面是比一般人差的 直到找到连登这个小天地去和人交谈 辩方就说被告人云逆云 受到社会风气和网上的激进言论影响 现在就已经明白后果 亦上了沉重的一火 裁判官就说 这案件历时两年半 当中牵涉到21质的贴文 且被告亦都在网上世界里 多次强调自己的言论并非开玩笑 而且他的言论不是单纯的机械式重复口号 是每次都会针对着不同的议题去发表主张 而他的言论亦有可能令社会升温 加剧了危害社会安宁的风险 裁判官就说 被告因为这案件失去稳定的工作令人惋惜 但都是够由自取的 他的病况亦都不足以成为减刑的理由 所以就决定将他判刑六个月 这些年轻仔又赚着政府的钱 又要宣伤了 然后就每天都在反政府 原本他份工都不错 三万多元公务员 没什么压力 有些人因为心理出现了问题 自卑没有朋友 想获取尊重和获取成就感 结果就用一条最省水省力 但也是最危险的道路 就是在网上发表一些过激 甚至是明显违法的言论 去吸引他人认同自己 令到自己这个才是我做人的价值 结果过了火位就被人抓了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偶尔都会有上开连登 有时候为了要去拿料 看新闻 我对于这个叫老讽的用户 也有点印象 因为他的言论都很瘋 他很喜欢周围问人 但凡见到别人的言论 他不喜欢 他就会很喜欢问人 喂 你柯鼠鼠的时候 举起左脚或右脚 在他眼中 所有不认同他 或者他不喜欢的人 他都会视之为狗 而且他曾经在网上吹嘴 我自己一早中了六合彩 已经和老婆移民了去日本 现在一看 他发现原来他说的所有都是假的 除了有份相对好少少的工作之外 老婆也是假的 移民日本也是假的 还有六合彩也是假的 甚至乎他之前又说自己很健碩 練过舞 最后上网找到相关的图片 就是一个肥头W 比较肥的肥仔 这些是很传统的 就是那些网上凶狠 现实就什么的那些人 还有这个人下场很惨 第一 他就被人抓了 要坐牢 这个他够有自取的 还有 因为他这件事上了法庭 还要被国安法審过 他的名字 他的传相都已经找到 接着还要说 因为他要求情 所以现在全香港都知道 哦 原来他有类似的疾病 哦 原来他人制沟通是这么差的 到时你哪有老板 愿意去请他 即是本身更新人士 已经难找工的了 你还要是 需要国安法的 接着原来 在人制沟通交流那方面 又有问题的 还有对上那份工 就食住政府的犯犯 政府的面 那你请他的 万一你的公司 对他待遇不好 他转头又上网去 试自己 那你怎么办 对于僱主来说 当然是希望请一些 听听话 你不出声 不要紧要 你最紧要是 能够搞定你工作 内的东西 你不出声 我不出声 我准时出量给你 就最好 对于那些 你不擅长 交济 不要紧要 但似乎这个人 都没有办法 准时完成到工作的人 还有就是 使要稍微 这个社会 有点 令到他 不是暢心如意的地方 就一定会 上网去发泄 真的不可能 随时 放一个不稳定的 砰弹在这里 炸自己 所以 这个人 真的等于 前途尽毁 就算他 读完大学 修得一身 武艺 电脑如何劲 没有意思 已经是全世界 都害怕了自己 还有 在连登 也有些连登仔 就贴了这宗新闻 但他们的表现 就一反常态 因为正常 他们都应该 哭喪 手足 又说香港政府 怎怎怎怎 香港警方 但唯独是 对于这个 叫做老讽的冤灑 是好像 我看下去 好像是 没有人认识 没有人同情过 他任何的事情 和作为 有时候 你做人做事 你说话太过分 原来连同路人 看你出事的时候 都没有人会可怜自己 甚至乎 我曾经见过 在这半年里 有很多人 整天都开帖 知道他被警察捉了 仍然 都是继续抽水 就说 哎呀老房 你去哪里 快点出来 老房 整件事就变得 相当好笑 有时候 不是说你一个人的颜色 会导致你 处于一个什么 交际环境 有些人说 你本身不懂做人 你本身不懂做事 哪有人会对你有好面色相待 就算大家都同颜色 最多有些人有厚德 就骂少几句 但黄人出了名 没有厚德 也没有道德 见到一些不喜欢的同路人落网 反而比起我们正常人 笑得更加夸张 笑得更加开心 这些亦都是我们正常人 和黄人的很大分别 你说我们正常人 多不多人是曾经坏的那些东西 有的 但有没有人去经常做此笑 就通常都没有 大多数都是说 我做错事就骂他 就不会用这些很贱 很低下的那些冷嘲业奉的口吻 就好像落井下石那样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就这样 拜拜